嗨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嗨大家好我是宇哲 又來到我們的董聊天的節目 那我們這次一樣是我們的柯宇哲 對然後我們這一次 今天這個影片的主題跟上次比較不一樣 上次我們比較主要圍繞在整個編曲創作的過程 那這一次我會蠻想要了解就是 你的製作的面向的過程 整個從無到有 這一個過程 因為其實說實在的 我相信應該也有很多人是有了一些創作 接下來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沒錯 對就是你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 你不知道該找誰 然後你不知道整個流程 你該先做什麼 有哪一些注意的事項 要怎麼樣讓你的作品整個上架到 所謂的串流平台也好 或者是發實體的CD也好 這整個製作的過程到底該怎麼辦 甚至到未來的整個發售完 上架完了以後 整個宣傳活動 其他的商品之類的 這整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工程 尤其對finger style的演奏來說 通常我們就會認為我們只有自己 對那就會變成說是所有的工作 基本上就是落在自己的頭上 自己的肩膀上 那這個壓力 我相信是很多人會懼怕 然後會無從下手 對那我就希望透過這一次的整個聊天 去瞭解你整個的過程 那是不是能夠幫助我們某一些人 剛好有同樣的困難的人 可以幫他們解決某一些某一部分的問題 這樣或許可以或多或少的有一點幫助 那些人 首先我就想要先問一下就是 你已經創作出來了 然後比賽也比完了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把它做成一個 就是上架這個動作 對把它做成單曲然後發布 你可以直接就是接很多表演 你要直接談 有沒有什麼起點讓你萌生這個 想要把它製作成一個實體 或者是數位的商品的一個契機 了解了解 其實我考慮的點主要是 想不想發布這件事情 發布當然有兩種嘛 就是實體跟串流這樣 然後我先講這個之前的事情就是 我會想要發布這個作品就是 當然是有透過一些比賽 然後其實我真的覺得最大的推手是 是你們這些評審們 哈哈哈 你們那時候烏透幫那幾個評審 然後還要 評審 就是 我都有點高興你在你在幹嘛 評審你是評審啊 我有評 出賽出賽 謝謝謝謝 就是你們有給我一些回饋 你的作品不錯 然後就是真的有感受到 你們真的喜歡我的作品的感覺 然後是覺得這個是很棒的東西 那就當然是有很多的鼓勵性啊 對啊 所以就讓我覺得 欸我應該是有能力做這塊東西的人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才下進去 好 就是不管怎樣 因為這個也是我的夢想之一 所以我就 後來就決定要發售這樣子 那我後來考慮的點就是 當然就是 大家的問題 線上還是實體 線上跟實體我考慮的點就是 真的蠻少人在聽CD的 就算有它也是一個 它有點像是一個物件吧 對我來說就是 發售這個CP值對我來說就是不高這樣子 現在這個時代來講 對 我會還不如想要花多一點的經費在 可能器材升級啊 讓有更好的音色去做表演這樣子 對我來說是這樣子 所以我也覺得就是串流平台可能就是對 現代人來講是一個 比較像是最方便的管道 然後也比較好宣傳的一個地方這樣 但當然之後還是會出一些文創 但是可能就會比較小一點 對對對 那我的思考點大概是這樣 我想先問一個就是 你為什麼不直接拍個影片 然後上傳到Youtube就好 你為什麼還要特地跑去錄音啊 然後去找製作人啊 然後幹嘛的啊 然後怎麼弄了一大圈 然後弄到KKBOX 然後弄到SPOTFI之類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 雖然可能自己都會有一些 門路可以錄音啊 可是 你如果真的有去了解到 關於製作一個 真正在製作一個作品的過程的話 你會發現說 你是沒有辦法 HANDLE 這麼多字體 因為其實裡面 有很多瑣碎的細節 比如說 錄音室 還有你的吉他 還有你 器材設備 可以做到哪 然後你那個錄音室 他的特性是什麼 然後你有沒有想要掛效果器 或者是你想要做什麼樣的氛圍 或者是更複雜的一層 可能還有更細的還有混音 後期製作這樣 所以他其實是很多很多面向的東西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我沒有我自己沒有辦法 有能力做到 然後我是想要把我的作品 再往上推一個檔次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也有做一首歌 也是自己拍MV 簡單的錄這樣子 可是我就覺得 艾爾蘭那一首嗎 就艾爾蘭那首 MV那首 那我感覺到雖然 影片刷起來 跳太快了 影片刷起來 有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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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我會發現 這個雖然不錯 可是我覺得他的那個感覺 還有 音質嗎 對音質上 整個聽覺體感 聽覺體感 對對對 讓我會覺得 好像還可以再有一些什麼 可是我沒有辦法去 這個事情是我沒有能力 在網上 嗯 去製作的 所以我後來才決定說 我的第一個想法是 先找製作人 對對對 所以其實對於剛剛這個問題 你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就是 你比較想要體驗這個過程 這些你不了解的東西 可以這麼說 我一方面是體驗 然後一方面是想要把我的作品再升級 提升一個檔次 對對對 因為像其實我自己之前做的那一張 就是 我知道我要做 然後 因為我們自己也都會錄音嘛 所以我知道 進錄音室跟 沒進錄音室 我自己能做 跟別人專業的來做 專業的來做 差別到底在哪裡 嗯 對然後 我已經決定要 把我的音樂 盡量的提升那個 品質 品質 那個整個狀態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那既然我就要提升了 我就是盡量使 喔 我懂 對我自己就是 不論哪個地方 我就是盡量去嘗試 比如說我找的混音師 我三首歌都找不一樣 然後 我三首歌三個混音師 然後 我就想看哪一個混音師的 對 他的表現到底在哪邊 然後到底有什麼差別 風格到底是什麼 然後 我的 那個 那個 國內 國外 對就是 我覺得這蠻有趣 等一下也會跟你聊到啦 對我覺得這是 蠻有趣的一個事情 那接著就是 你的第一步是什麼 你就剛剛講到 你先找製作人嗎 還是你有其他的 第一步 我們剛剛怎麼跨出這第一步 我的第一步 其實我 你可能有 當然就是先有作品 對 可是你有了作品 然後你想要提升你的檔視 那接下來 你的第一步是什麼 對 所以就是你要先去了解一下 製作的過程 需要哪些工程這樣子 那你做了什麼 其實我算是比較運氣好 就是 因為剛好身邊有 聽說有這樣的一個人 然後是我認識的 這樣 所以我最後是 直接找製作人去 去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我就找了何隆老師 所以你就是 先 先知道你要做 然後 對 然後我在過程 你開始在 在預想說 有什麼事情要做 然後你發現你 我不能做 對對對 然後就決定去找一個 能做的人來幫你做 沒錯沒錯 然後這個名字 就叫製作人 對 我後來就發現說 原來有這號人物這樣子 你知道 講到製作人你知道嗎 這個真的就是 你做下去才會有的經驗 你知道嗎 就是上個影片有聊到 你對音樂的想像到底是什麼 那我對音樂的想像就是樂團 哦 所以我那一張做 我就是想要做 樂團 樂團 也不是想樂團 就是我要有其他樂器 我要有我想像中的樂器進來 對 然後anyway就是有 double bass 然後有鼓啊 這類的 我先講這個狀況就是 我不在 然後 我就直接請鼓手錄 然後鼓手剛好就是幫我錄音的人 對我就直接請他錄 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之前有搭檔過 所以我知道他的能力 我知道他的狀況 所以我相信他 然後我們也有做過很多的溝通 整個段落啊架構啊什麼 也都有溝通過 然後錄的時候我不在 然後錄完了以後他就傳達恩過來給我 然後過來的時候 我就眉頭一皺 嗯 嗯 比竹桑的眉頭就出現了 你知道嗎 就 怎麼這個樣子 我就 這麼糟糕嗎 你為什麼會打成這個樣子 這樣子 我那個時候才真正的了解到說 每個人想的都是不一樣 都是不一樣的 我一直到那個時候才真正了解到這件事情 就算你溝通了 但做出來想法上還是 對 所以那一次以後我就知道 就是 我不論誰錄音 只要不是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當然就不用 我一定會在場 但是只要不是 就是 只要 我一定要在 就不管誰錄音 我一定要在 然後有任何問題 我要直接就是 反應 直接反應 直接講 對 然後我那個時候也才意識到 原來我就是製作人 因為我一開始不知道要找你 然後 然後我才慢慢的這樣子 反向的了解說 原來我在做的就是製作人的講師 製作人原來就是要盯這一切 沒錯 對我覺得就是 這個是我自己體驗 滿有趣的一個事情 我變成反向的是 逼自己要當製作人 我是沒辦法的 因為我已經沒找 然後我中途也不可能找 隨便拉一個人進來這樣子 我中途如果再拉一個製作人進來 又變成說我要跟他磨合 我中途在這樣做 我根本不可能做出來 我一定又會拖到 所以我是變成反向的 我要逼自己當製作人 然後逼自己 稍微去了解 整個製作人應該要做什麼 然後整個製作過程是怎麼樣子 對 那我就是跟你相反 我就是找了製作人才知道製作人的 原來製作人要做這些 這麼繁瑣的事情 就是完全 我們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體驗 兩個相反的極端 那你是怎麼樣 當然歌曲先有了嘛 對不對 然後歌曲先有了以後 你已經萌生這個念頭想要做 可是你是怎麼樣去找到何榮 當你的製作人 就是因為只知道他嗎 對我其實只知道何榮老師 但是我其實找何榮老師是 有蠻多面向的考量 比如說因為第一個是 我跟何榮老師其實很早就認識了 是很熟的人 所以很知道他的個性和作詞的方式 就這樣就不用磨合了嘛 某一些地方不用磨合 某一層面就是 對對對 然後第二層就是我知道他是玩演奏的 他也是彈木吉他 所以他應該會對 這類的音樂 而且他也是有 沒有在練fingerstyle 他一定有聽過很多這種東西 所以我知道他製作的面向 可能就有這方面的專業 所以找他 我覺得也是沒問題的一點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他 有表演經驗錄音經驗 就是 我大概也知道何榮老師 有在做這方面的累積 他的人力到哪裡 對對對 你可以 稍微可以預期的 對啊 所以經過這樣這麼多層面 我就哇這個人就是最好的人選 而且又近 對啊 就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就那時候二話五說 我就是跑去找何榮老師 討論這件事情 嗯嗯嗯嗯嗯 了解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就是 有找跟沒有找的差別會在哪嗎 OK 如果我沒有找製作人的話 就是 第一個就是我 可能要錄音的時候的 就是到底要Line in 或者是要麥 還是 後面我有做了 其實我這首歌 我有做蠻多音效 那個都是我跟製作人討論後 我們兩個雙方妥協之後才有的 那那 其實 那都是一開始 又讓我想到另外一個 我們上個影片有問到的問題就是 你對音樂的想像 所以一開始你是 這一些效果的聲音啊 什麼的你是 都沒有納入你的想像裡面嗎 目前沒有 所以那一些都是 這個其實是我原本放在比較後面的問題 就是 所以那一些音效 你都是 就等於算是何榮的idea 對 覺得這邊好像可以做什麼事情 然後跟你討論 然後開始發想 有一塊 有一塊聲音是啦 就是如果要講很細的話 有一塊很安靜 然後聲音會 那個聲音 那個是他的 他跟我聽我說 欸 這個好聽 因為他 reverse嗎 對對對 因為桃龍老師他 那陣子也在玩一些音效 然後我就說好 不然老師你想要什麼 你就加加看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討論這樣 嗯 就有點半嘗試 然後聽聽看 大家不想溝通這樣 因為我覺得 有製作人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 討論出一個 你可能我們兩個都沒有想過的東西 可以寄出idea 不一樣的火花 對有個製作人真的可以討論很多 除非你這個人就是 你很確定你的作品的面向這樣 但是我對於這個作品 其實還保留滿多 想像空間 想像空間這樣子 對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奇幻的旅程 那當然有一些音效 我覺得 欸其實是不錯的 蠻符合我的故事 那是我想像不到 意外的好的效果這樣子 好那效果我們放後面一點 好 我們等一下再聊回來 那我會比較想要知道 現在比較想要知道就是 你們兩個 會有什麼磨合嗎 好 吵架 我們 欸目前 其實我我就是 對幹 可能就是我 我這個人個性也是很好相處 目前是沒有什麼磨合上的問題 因為我跟何榮老師就是太熟了 所以我們其實一方 我們的溝通一直以來都還蠻順暢的 對啊就是在討論很多事情 好像都沒有目前 目前是沒有太大的操縱 我這樣想一想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已經先有了你的曲子 然後就是何榮他在製作的過程中 聽到哪邊好像可以做一點什麼事情 提出來跟你討論 然後看你要不要這樣 沒錯沒錯 然後再做 然後再去做發想 像比較有趣的是那個 我這首曲子裡面有一個 Loop的段落 對啊 那一段我其實自己很喜歡 就是何榮老師 其實丟了一個點子說 因為我那時候有編 本來想要用我的手自己做Loop 對啊 何榮老師聽一聽就覺得 欸這樣 可是你這樣做好像 會有局限性 對可以再浮誇一點 那個特效的感覺可以再浮誇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說 欸如果用Loop的話 一方面還可以顧及 就是你到時候現場表演 其實也是可以做的 也做得到 對其實我們有這樣的方面的考量 就欸好那我們就決定做Loop的感覺 那我覺得它這個方面也很有趣就是 其實它也可以跟我的一些故事做串連這樣 像我封面照就是不是有一些小怪獸 對 然後後面有很多小怪獸這樣 對 所以我就想說 因為剛好有這個Loop的段 它其實想要表達就是 就是一起冒險的感覺 很多不同的在堆點的那種 對 很多不同的夥伴 怪獸 對 在穿插的那個 在冒險的某一段 然後一起加入進來的那種感覺 想像感 對 所以Loop的段 這段也是 好榮老師點一個點子 然後我們就開始編 這樣子 在製作過程中 才可以著手 因為 其實我會覺得 拉了人越多 其實真的嘴越雜 其實有方面是這樣 就會越多的碰撞 那當然如果過程是好的 那當然很好 可是也很容易變成是 大家都有自己的堅持 沒錯沒錯 對 其實也最怕的是這樣 那如果大家都僵持在那邊 沒有一個整合就是 互相的 算妥協嗎 妥協 好像有一點硬 可是好像有的時候 真的也是妥協 對 就會變成 變成是沒有辦法 如果沒有妥協的話 就會變成沒有辦法 再做下一步 沒錯 對 所以其實這個 還是需要妥協 到最後反而會變得不是 音樂上面的問題 沒錯 而是人和人之間碰撞的一個 就是一個過程的一個問答 所以我覺得找製作人 如果真的想要往這方面走的話 我覺得第一點應該可以先 聽這個人有沒有哪些作品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覺得他的作品是不錯的 那我覺得找他絕對 會少掉這方面的溝通 你會比較相信他的意見 對對對 因為他的作品是你喜歡的 那其實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這第二點就比較難 就是跟這個人熟不熟 那這個問題我覺得是比較難 所以那時候找何龍老師 我覺得剛好幾人巧合 就是這幾點都有 所以我們就一路以來都還蠻順暢的 那真的是蠻好 蠻幸運的 真的這麼說 所以他就直接規劃 然後告訴你該做什麼嗎 還是 差不多 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在 主導 對對對 我們一開始是先定拍子 那我這首歌其實 不滿大家 定拍子是什麼意思 是速度嗎 還是 對我們是一開始 我記得印象比較深的是 我們一開始其實是先定 到底要解拍到底要練多少 多快 對 那我這首歌比較麻煩的是 我其實有兩個拍 我有兩個拍數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定了兩個拍子這樣 然後到 兩個拍數是什麼意思 我有一段的拍子跟另外一段的拍子 很明顯就是兩種 對啊 然後所以如果要考慮到 到時候還有對節拍器的話 我們可能連小節都要定好 就這一段 這個小節是這個拍子 然後這個小節是那個拍子 意思是 因為在錄製 你是直接變過去嗎 還是 就我的曲子就是這樣 意思就是你在錄音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拍子銜接 他有沒有給預備拍那個嗎 對對對 欸其實我這首曲子 從頭到尾都有聽節拍戲 我們最後是有聽節拍戲錄的 所以你怎麼解決這次就是兩個拍子 crossover的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這個討論的 算是比較久一點 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好我們就是 現在的編曲軟體不是可以拉那個 拍號嗎 對可以拉速度啊 可以拉速度啊 D級小節可以練 到哪個小節是這個速度 然後到另外一個小節是哪個速度 這樣 所以我們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就得先把 到哪裡是什麼速度先變好 然後就是要確定段落 對 要決定段落這樣子 對 所以解決這個之後就可以分數 那那個速度怎麼定的 這個 這個就憑感覺 所以就是先定個 你覺得差不多的 然後可能慢的一個 快的一個 然後慢慢的四去圍一條 對對對 看哪一個這樣接過去 聽絕傷 會 是我喜歡的 嗯 我那時候在做 我們喜歡的 那個 真的啊 我們喜歡 我剛剛忘了補 大家喜歡 還有製作人 還有製作人嗎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他 要尊重 算是你的長官 要尊重他 對 就是我那個時候 在錄的那三首的時候 也是也是這樣 就一直決定 然後也會發現就是 加一少一就會差很多 真的差超多 對 那個感覺就會不一樣 對沒錯 那也是真的要很認真的決定一個 這樣 真的 一個 對 因為錄出來 結果就那一個 沒錯沒錯 對不太會又重錄啊 除非你未來 真的 通常啊 大發啦 很紅啦 對你才會再版 是是是 通常啊 不然就會決定一個 沒錯 所以他慢慢的 幫你規劃的時候 就是他大概 步驟是什麼 就是先 定解拍 定解拍 我們一開始做的字 然後 然後定完解拍 我們就開始編段落 對 就是我們其實還要再重組 就是我 烏托邦版 跟 所以如果我去Spotify 聽跟你烏托邦的 對啊其實不一樣的 哦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比較一下 對 因為我們有那個多錄的片段 所以就是 有稍微感動一點 然後結尾其實 好像有一些小小的細節 都不太一樣 有製作人的 idea 巧思 對巧思 對對對 然後編段落 然後 接下來 接下來嗎 接下來我們 我想像 那在過程中 還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關於 吉他這個設備的問題 因為我的 我的琴 不是說 非常好的琴 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有 想要去 借 對借比較好的點 因為我想說這個 畢竟是要進錄音室 然後是 要發 聲音狀況越好 聲音狀況當然是越好 所以我之後有拜託一些朋友 想要辦法去租或借這樣子 對 然後在過程中 這個好像是我自己面向 製作人也有幫我這樣子 所以我們兩個 反正就有去找 找琴這樣 對 然後後來試一次就是 最後還是和龍老師幫我找到 一把那個 很老的馬丁 超級老的馬丁這樣 他好像比我老 他一把 一把 一把 一九 一九八九 對比我老 跟我同歲耶 喔靠 那你應該要跟他認識一下 跟那把琴認識一下 那把琴三十二歲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琴也麻煩 就是 雖然我身邊有很多好琴 可是有個問題就是 我身邊的琴都是沒有缺角的 我身邊那些好琴 啊我這首歌其實蠻需要缺角 有高把位的東西 對對對 所以後來後龍老師幫我找到那個把馬丁 也是蠻難得有缺角的這樣子 真的是有缺角的喔 對對對 所以後來就決定練那把琴這樣子 好好好 所以我們第二層就是 再來就是決定吉他 然後練那一把 所以你們只用一把吉他錄 用一把 對 這整個歌都是用一把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 然後那把吉他就是沒有實音器 所以我們最後還要討論就是 錄製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就是 除了歌曲本身以外 他就開始幫你錄設錄音室嗎 欸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麥克風 對啊 之類的 就誰有好的麥克風 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就會是比較錄音方面的問題 沒錯沒錯沒錯 那你們怎麼決定就是 整個錄音的過程大概有什麼狀況 好 呃 錄音的話 但是因為何榮老師那邊 我就是 這一塊的話 我目前就是 就百分百信任製作人 所以後來就是他 麻煩老師那邊去幫我找錄音室 然後還有混音 所以錄音室就是他決定 錄音室其實也是他決定 對對對 你沒有過多的干涉他這一塊 對這塊我就沒有過多的 過多的干涉這樣子 對對對 我就相信他的專業 哈哈哈哈 了解 所以我後來就是去大大工作室 在高雄嘛 在大高雄 就是有很厲害 聽說那種很厲害的設備這樣子 很專業 他在高雄 除了一些比較老字號 老字號的 以外 就是比較新的他設備室 真的蠻重要的 所以我也是大概知道這個工作室 所以我就覺得 好 就決定 就沒有想太多 故意這樣子 那麥克風 還有錄音的方式呢 那個是怎麼做 麥克風 主要是 也是何榮老師那邊的經驗 所以我都製作人真的很重要 所以他 因為他有一些經驗 就是知道大概 收哪個位置 是他想要的 然後我有 但是這個過程中 我當然也有參與討論 就是 我有跟他丟一些 樣板 就是我想要錄出來的 聲音感覺是怎麼樣 所以我有丟一些演奏架 我自己很喜歡的演奏架 比如說我 那時候我記得我是丟 Daniel Paisley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我應該有聽過 一個蠻新的演奏架 我真的很喜歡他的錄音出來的作品 這樣 所以我就多丟一些樣板給老師聽 這樣子 然後他才決定說 麥克風可能擺在哪邊 會比較像 或是比較好 品牌呢? 品牌也是他 品牌就是 應該是他跟錄音室討論的 這塊我就沒有參與到 了解 因為這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 慢慢的就是你接觸了這些不同的事物以後 你才會發現就是真的專業很重要 很重要 不論是製作人也有製作人的專業 任何人都有任何人的專業 我也是到了很後面 然後包括整個我自己的EP製作過程 然後包括製作完以後的體會 才慢慢知道就是 原來麥克風就是差這麼多 然後位置差這麼多 然後就是原來你錄音的時候 不是一進去錄音室擺好就錄 而是你要先花可能 你錄音可能就半小時 一小時 可是你可能有一兩個小時都在測試 你要用哪一個麥克風 或者是你要擺什麼位置 之類的 甚至比如說你戴的耳機監聽 你要戴哪個牌子之類的 你有沒有得挑 沒錯沒錯 你該戴什麼 就是 你只要慢慢發現就是 那個完全是不同世界 完全是不同世界 你知道過完那個我就會想說 我彈吉他就好 那些我都不太懂 所以我好像比你 就是預先知道這件事 因為其實我已經在製作這個過程中 我就想到這些就是麥克風要怎麼挑 然後回音室要怎麼選 然後什麼位置什麼什麼 我就是想到這件事情 我才決定要找製作人這樣 那你真的是聰明的 因為我就是 我就是傻的那一點你知道嗎 我就是有興趣了解這個過程 然後我後來就發現 哇我這個如果要弄 應該聊一聊我在嘆氣你知道嗎 不要難過 你就製作完了 這是很寶貴的經驗 對真的 但是對我來說其實也是很寶貴的經驗 就是說我沒有經歷過這些 好像也就是沒有辦法體會說 哇原來這麼有效率 我就顧著彈就好了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個都有好有壞 你當然有經驗也是好 可是如果你可以找到一個就是 可以讓你完全專心彈就好了 對對對 你不要去理會那些事情 其實反過來說它也是一件好事 真的 就是你已經找到一個合作的夥伴 然後你可以放更多的心思在你的演奏上 這真的很重要 對啊就是我們就會講 你倒不如專心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對對對 對啊那如果你還要去了解 那麼多其他的事物 肯定會剝削你原本有的時間 沒錯沒錯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就是 每個人自己的平衡點到底在哪裡 平衡點 對啊那 這就是我那時候的考量 其實我有思考到這件事情 真的 講到我又要嘆氣了 不要嘆氣 你就知道未來要怎麼做 真的啦就是也只能這樣想 所以其實 其實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其實我覺得 音樂這個產業其實還有分很多細項 對啊 他們真的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專業 對啊 所以就是 有時候如果稍微去了解這些 我覺得對自己都有好處 就是 你到底 你有沒有辦法handle這件事情 如果可以 當然你可以自己做 那不行 其實還有別的專業的人在那邊 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後來也才可以體會說 喔原來製作人 原來那麼重要 有這號人物 對啊大概是 我現在有點難接下去 因為我的心情有一點 在那邊 那我繼續講 我突然想到我錄音的時候 還有小小的我們的問題 遇到問題 我記得我拿到那把吉他 它就是 因為我的作品是有夾 Cable夾夾三個 然後夾三個的過程中 其實好像不知道是挑選法 還是吉他很多 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你在壓某根弦的時候 然後你做某些範音 或者空選音就好了 它好像都會有一些奇怪的功能 什麼意思 就會有一個 很像鐵的聲音 我不知道你有遇過這種問題 我的吉他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 我不知道我沒有辦法示範 你試一下 我不太能理解 是喔 因為我已經refled 我好像現在已經沒了 它本來就是你這樣 你手擺這樣 然後你彈一些空選音 我的琴沒有 它會有一個很奇怪的鐵的共鳴 是 類似這邊發出來的 還是某一個零件鬆的那種聲音 對類似那種聲音 可是那個共鳴真的是 所以你也不太確定是什麼聲音 真的沒有辦法解 就是好像聽說 有一些吉他都會有特定的問題 尤其是夾了三格 然後跌跌跌跌 好像也很容易有這個問題這樣 我沒聽過這個 真的滿奇怪 它就是有一個很像彈簧的聲音 滋的聲音這樣 而且很奇怪喔 就是我那天 我測試過就是 我之前其他狀況還沒有那麼好之後 我只要手擺這邊 然後彈第一弦 它就有那個很奇怪的鐵弦聲 可是我放開就沒有了 我就一定要按那個核圈才用 它就是可能會吉他上面一些零件共振 可能就會產生這樣的 或者是某個fret不平什麼的 特定的點有大限 就是某個特定的點 對對對對對 反正anyway 就是你至少這把琴你整理完了 現在整理完了OK 它剛好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所以沒辦法示範給大家 但是我也不是拿這把 那時候是拿馬進那把 一樣也會有那個問題 所以我們後來的解法是 我們真的是挑了很多Cable夾 就是我們想辦法把那個共振抵掉 找到一個剛好不會有那一個 對所以我到時候發那個 我的錄音照片 就是你有沒有發現我夾兩個Cable夾 我們後來就是這邊夾一個 然後這邊再抵一個 它那個聲音就會比較不會 是不是就測試出來就是 它有可能是這邊的問題 我們是用類似那個 你有看過一種 嚴韻器嗎 你有看過有一種其他嚴韻器 銀色的然後夾的那個 對對對 我們是想像類似的概念 去解決這個技術問題 就是如果這邊再加一些重量 它那個共鳴感會不會被吸掉還是什麼 就影響沒有頻率和震動這樣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到 最方便是加兩個Cable夾 對啊 所以我們就拿了很多Cable夾 在那邊測試 那你們有把這個琴頭 就是包個衛生紙啊 或是電個什麼 都有都有 都設置過 最後還是覺得Cable夾比較方便 那你們錄的時候有把這邊弄起來嗎 對啊就加了兩個 不是我是說琴頭正面 沒有沒有沒有 好像沒有 所以沒有犯音 對我們就加了兩個Cable夾就解決了 然後一個還要很重這樣 我自己是比較常遇到是 這邊會有 共鳴 共鳴 對然後有的時候 平常彈不會發現啦 可是錄音的時候就會 就會很明顯 有的時候他就會跑出來 對超明顯 對對對 類似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在測試器材的時候 有預先去做好這個準備 所以這個真的也都是要 要很預先先測試過 不然進錄音室就來不及了 所以因為何龍老師 因為何龍老師他有錄音經驗 所以他就有提倡想到這個問題 對啊 我們後來就有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後來還有 然後因為要聽解拍器 最後我們是決定用 我自己的耳塞的那個耳機聽 因為這樣才不會 收到麥克風 耳塞的比較不會收到 如果是開放式的話 就比較容易收到解拍器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麥克風很多 然後全部都 全部都是麥克風收音 幾支啊 1 2 3 4 5 5支喔 對 好像有5支 對真的是手抱 我還記得那一天就是被麥克風包圍 我後面一支前面一支 哇壓力好大的感覺 然後走路都要小心 就是 因為我這邊好像還有一支 就是 我這樣掛到這邊還有一支 我有聽何龍講 就是我們上次有聊到 就是你後面有收一支 那一支很可怕耶 就是 他說他是去 去強力 就是學來的那一招這樣 那個很可怕就是 對於我們其他 因為我們會很習慣這樣站起來 站起來就會撞到 所以那個壓力都很大 所以他就在這邊而已這樣 對很近 所以你就等下閃一下 了解 那個壓力真的很大 很有趣很有趣 貴貴 這 你錄音室也就是用 大大那邊的人嘛 就是 對就是 就是凱階老師 就這一方面我也有一個有趣的事情 我也是 當下我也才發現就是 好的錄音室是 好錄音師 錄音師 差很多 我對錄音的人差很多 當然就是 如果你有辦法自己調整 你自己的狀態 讓你自己隨時在錄音的時候 都是on的狀態的話 沒錯 那當然最好 對 可是像其實我製作我那一張 CD的時候也是 算是我前幾次比較進去 所以大部分我都是窩在家裡 就自己弄 那你就比較沒有壓力 可是 到那種場合的時候 壓力就會比較大 嗯 那 比較有趣的經驗是 我三首歌嘛 然後我不是找那個錄音師 他就是那個鼓手嘛 所以 基本上鼓手沒有錄音的時候 我在錄或者是 貝斯手在錄 其他人在錄的時候 就是那個鼓手在幫我錄音 喔 然後 因為我三首找不一樣的混音師嘛 其中有一首 那個混音師 就講說 那要不要我下來幫你錄 喔 這樣 然後他在台北 那個時候啦 就我知道的是 那個時候他自己有在接一些 類似這種的案子 幫人家 混音啦 然後錄音啦 之類的 然後他自己也是 好像有幫蕭敬騰還是誰 整個工作團隊在做事的人 對對對 然後 後來就是那個錄音師 那個鼓手 介紹他給我 然後 就有合作 然後我就說 那當然好啊 那就來試試看 然後最讓我 訝異的事情是 我們就是在玩 對 就是在聊天 就像現在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那你來試一下 就彈 然後就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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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錄完了 對 那真的很重要 好的錄音師 就是有這麼多力 就是他會讓你整個 整個很放鬆 然後很表現自己 進入狀況 對 然後 你在不知不覺 他就已經按了錄音鍵 然後 你 你試完 你以為在試 然後試完了 然後他就錄完 其實你已經偷偷錄完 對 然後 就是你也知道說 剛剛那個狀態很放鬆 然後 整個狀態也是不錯的 不會是那種緊繃出來的效果 然後你自己也會很滿意 那個是我 覺得差最多 因為平常的時候就是那個鼓手 然後和我 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在旁邊負責按 按 要按囉 要錄囉 這樣 然後我們從哪裡 然後 原來錄音室會有差 真的 然後會讓整個樂手的狀態 心情 有經驗的錄音室 對 會很有差別 對 我們那時候在製作的過程中 其實就 因為何龍老師他有進過錄音室 所以他前期其實有跟我討論過這些事情 就是我們到時候去錄音室 要做什麼 然後要什麼樣的習慣 他大概怎麼講 他有給我一些心理建設這樣 就我們可能 像因為我這首歌 我們有討論說到底要分段 還是要直錄這樣子 然後我們最後討論說 可能分段還是比較好 因能力和時間上 我們比較有可能在 因為錄音室畢竟也是要租的嘛 對 有今天的考量 所以我們就是在那個成本下 然後我們就是想 怎麼錄 怎麼順序 怎麼做 會比較快有效率 對我來說也是比較輕鬆的 狀態 然後我回去 依照這個狀態的範本 然後我回去要做什麼樣的練習 其實這個真的很重要 就是 如果 當然如果可以 one take 直接從頭錄到尾 那當然最好 誰不想 可是 真的有時候在這些多方的考量下 就是分段錄真的 講難聽一點 也不是可恥的事情 真的 而且也是常態 對啊 而且有的時候就是 你的整個編曲 就是需要 你這個樣子做 對所以其實這種 真的也是看狀況 而且如果能夠預先 這樣子想好的話 我覺得這個真的就是 你有找製作人跟我來找的差別 真的 真的 我就真的只能從頭就是 我能錄到哪 我就錄到哪 這樣子 然後就從 早上 9點10點去 然後 就是我們預計就是 4、5點結束 天啊 然後一天就是 直接一直 幹到底這樣 就能不能今天幹完 我就是 預計就是我今天一定要幹完這個東西 這樣 對啊 對啊 就變得很硬啊 所以你的壓力很大 你沒有辦法放輕鬆的錄啊 對啊 可是像你這樣的話就是 你變成你可以事前的去 做準備 對啊 就覺得這個差好 真的差很多 我事前就是已經知道說 好我前面這段 會先錄 就是我 後來錄的是 我前奏後面那一段 就是 開始進入到我那個head的開始 我就是從比較有律動的地方 解拍器的地方先錄 因為我這個 這首歌我有三個拍子 第一段就是很自由的自由拍 前奏 對 然後再來是有解拍器的 三連音的有一段 然後再來一直到最後一段 就是比較小調的那一段 那段律動其實是不一樣的 對啊 所以我們就分成這三段 就是先錄前後 然後再錄 然後再錄 然後再錄前奏 我的順序是這樣 就是規劃好了 其實你都已經規劃好了 而不是從頭就是我 從前奏開始這樣 所以我回家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做準備的時候 我就已經是這樣列一遍 對對對 所以就會順很多 我那天錄音其實也沒有花太多時間 而且反而可能還挑了一些段落 就是覺得這個不錯一直聽這樣子 一個段落你大概錄了幾次 這個細節我真的有點忘了 但我記得應該 你是有每一個段落有得挑的 我是有得挑的 應該有三次四次左右 所以等於說你可能就是主歌 A段那邊你可能就錄三四次 然後挑一個喜歡的 對對對 B段三四次 我印象中是這樣 有一些段落好像 就感覺不錯 就好像也沒有挑 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前奏的部分 因為我前奏是整個自由派 然後他們 隨便長短會不一 對所以他們很有經驗 他們就說好 你就是這個段劇 你段長一點 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他們已經想到剪輯的事了 對他就說你這個段點就是 你這一句完 然後你那個段點拉長一點 他們好剪 他們有這樣給我指揮 然後我 但是我沒有辦法想像 因為你沒有那個經驗 對 所以我就照著他們這樣做 結果最後剪出來 然後後來他們剪一剪貼一貼 就發現 欸不錯這樣 就覺得哇 原來是這樣 原來可以這樣做 所以都是 這個都是 我覺得都是 相信專業的好處這樣子 所以我在這一次的 錄音過程都還蠻輕鬆的 那他接下來規劃 還有什麼事情 就是規劃段落 錄音的順序 基本上應該就是 那再來就是 最後一個面向 就是我們 要掛什麼效果 這樣就是後期的事情 所以謝謝你 謝謝你 我愛好 謝謝你 謝謝你